今天股市是跌的 不过地产股呢 基本上都涨了 地产指数涨了3.4% 而且房地产公司发的高收益的海外债啊 也是涨的 消息层面上呢 路透社和这个彭博啊 都发了文章说 中国计划要建一支房地产基金 以支持十多家 包括像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 这个基金的细节也有了 说是建行呢 提供500亿 然后呢 人行呢 再提供300亿的债贷款 这个做总值 然后基金的规模呢 可以到3000亿 基金呢 主要用于买开发商发行的金融产品 或者为国营企业的买主 接盘开发商的项目呢 提供资金 这件事我感觉是真的 因为上周五国常会呢 也专门说了要稳定房地产行业 而且呢 市场呢 已经做了正面的反应 海外的房地产高收益的企业债啊 也连续涨了四天了 中国现在呢 房地产啊 市场呢 是比较麻烦的 地产商没钱交不了房 大家看啊 这张图啊 也可以看到这个新房的成交套数啊 最近啊 尤其是七月以来啊 下降的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呢 就是最近的停贷潮 这个呢 是可能传导到银行引起系统性风险的 我认为最近A股港股走的不好的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担心这种系统性风险 希望呢 政府找你解决这件事 从而给市场信心